南韓人情女团Blade Pinker 与经纪公司YG娱乐的合约 于今年8月到期后 四闺女续约问题 就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 先前曾传出只有Rosa一人续约 Jenny以激素离开 自行创立公司的消息 不过YG娱乐一直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业界人士透露Blade Pinker的合约问题 预计在11月就能知晓 因为YG娱乐即将公开第三季度的报告 上面将列名所属歌手的合约现账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Blade Pinker是否续约 然而YG娱乐的御用音乐制作人Bekka Boon 宣布结束10年的合作离开公司 过去他曾打造出Viso Bomba Ya等超热门歌曲 因此不少网友猜测 Bekka Boon的离开可能就是 Blade Pinker全员们不续约的最大原因 而YG娱乐至今没有正面回应 或许就是因为一直谈不拢 BK EG娱乐至今的akh refere